当你的手机装上了eSync之后 哪怕你本钻不出行 但数据已经行千里 环球数字游民就从eSync开始 嗨大家好 我是独立立案顾问 上关注我 让你全球都有人 大家在出国旅行时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形 刚下了飞机 国内的手机一下没信号了 或者进入了资费昂贵的漫游模式 大家的第一个念头是不是就是 赶紧买张当地Sync卡呀 但是在机场卖的Sync卡 至少也是几十上百美金 还不一定匹配我们特定的旅行出差要求 这怎么办呢 其实啊 有这么一项通讯功能 能够让你的手机走到哪 就使用哪的号码 用上哪的数据流量 甚至还可以实现本地通话 资费还贼便宜 而这儿就是eSync 这么神奇的功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能不能也用上呢 具体要怎么样才能用得上呢 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 eSync它的全名叫做embedded sync 嵌入是Sync卡 在手机等移动设备生产时 就已经内嵌进去了 所以它从体积上来说 比传统的Sync卡要小很多很多 那eSync有什么用呢 内置了eSync的手机 比如我手里边的这台美版iPhone 就可以通过扫描不同的运营商的R维码 来激活连接eSync 那屏幕前的大家怎么知道自己的手机 知不支持eSync呢 通常在拨号里边输入 新警06警 如果屏幕上出现了这么一串 EID信息 就证明你的手机是支持eSync的 有了eSync 我们再也不用到哪插哪的卡 再也不用满世界的连WiFi 也不用到处找营业厅 更不用被那贵出天际的漫游费 一查眼一套防霉了 走到哪 我们就把eSync换到哪 就是这么简单 像是我使用的美版iPhone 现在新的手机已经完全没有传统的Sync卡槽了 也就是说 苹果官方是强制大家一定要用eSync的 那不会给用户和运营商造成不方便吗 答案是真的不会 这里我就给大家系统的总结了eSync的超级无敌打优势 一 不需插卡 拔卡 需要换卡时轻松一点或者扫描二维码就好了 我曾经在出国旅行时就因为频繁的拔插Sync卡 后来导致手机都无法读取Sync卡 没有信号了 最后我不得不回到电信运营商那掏钱办理了一张复制卡 屏幕前的朋友们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二出国换卡 有其方便 随时在不同国家不同运营商之间切换号码 电话短信数据流量等等不同套餐 三一机多号 eSync不像是传统的实体卡 有几个卡槽就可以使用几个号码 eSync通常支持多号 比如最新版的iPhone是可以同时支持两个eSync同时使用的 同步还可以使用停机保号的方式安装N个不同国家不同地方的eSync 以备不时之需 然后包括我自己和很多人对于eSync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 eSync没有那种实际的卡 会不会信号比实体Sync卡要差呢 首先要确认一点绝对不会有区别 主要还是看你所在地区的手机信号强弱 选择合适的电讯运营商 而不是这个卡是实体的传统卡还是内嵌的eSync 当然话说回来 每个国家和地区法律法规不一样 虽然eSync在技术上已经毫无障碍了 但是很多地方还是不接受eSync的 比如因法律法规限制 中国大陆国行的华为OPPO等等手机就无法使用eSync 哪怕是国行的iPhone16也没有内置的eSync模块 还是采用了两张物理的Sync卡槽的传统工艺 那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出国旅行时买一台支持eSync的手机不就行了 没错 但是我就是不想麻烦 不想费这个劲来换手机怎么办呢 格局打开 既然eSync的本质就是一张微型内嵌卡 我们给自己的手机等设备安装一个 不就完美解决问题了吗 目前已经有厂商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手机中插入一张特殊的Sync卡配合安装一些软件 通过软件对这张特殊的Sync卡进行数据管理 也能实现eSync随意切换的效果 哪怕原本不支持eSync的手机 因为有了这张实体卡 只要手机插入这张可写入数据的特殊Sync卡 摇身一变 我们就可以自由选购全球范围内不同运营商的套餐 这些eSync的解决方案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厂商 由Fiber、ESTK和Nine eSync 下面我们就以eSync业界先驱Fiber为例 看看到底怎么样才能把一台国行手机 模改为eSync装备 eSync升级方案操作步骤详解 而且起见在购买之前最好先通过以下链接 看看这款产品支持的设备列表 只要你用的不是大哥大 基本上只要是插入实体的Sync卡的手机 都可以通过这款产品用上eSync功能 看到这里老铁们 如果你觉得以上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可以最多花0.4秒的时间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这将是我们持续推出更多好视频和精彩内容的根本动力 Fiber这款产品有三个版本 基础版Premium版 如果你使用的是iPhone 建议直接购买Ultra版本豪华套餐 ESTK和9eSync不同版本也是存在区别的 建议在购买之前 把它们的说明给看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硬件的限制 所有的eSync都需要先使用安卓设备激活 配置好eSync之后 才能拔下插在iPhone上 给iPhone解锁eSync功能 虽然这个不太方便 但好就好在这样的操作通常只需要进行一次 后面在iPhone上可以自由切换eSync 还是非常方便的 ESTK对于iPhone的切换eSync会更为友好 但基本的操作逻辑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通常我们在收到货以后 你需要一台安卓手机插入这张Sync卡 按照包装上的说明 扫描随卡邮寄过来的二维码下载专属的APP 注册登录APP会自动检测到Fiber的卡 即可扫码添加eSync 这个eSync大多时候是以二维码的形式提供的 虽然APP里面也提供一些购买选项 但是大多数不是性价比最高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获得eSync的二维码呢 我们不妨实际来操作一下 选择一个月租五美元的美国eSync套餐试试 这家运营商是Talo 虽然月租比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审卡配够贵那么一点 但是他支持eSync也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进入Talo官网Talo.com 点击See More Plans 按照图示选择套餐 按照下面的步骤完成操作 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一些小的操作 比如获取IMEI 美国地址的方法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 后面会有大用哦 OK操作完了 我们就可以秒拿一张eSync 然后用APP扫码即可激活使用 在安卓机上激活后 即可取下来 插到你的iPhone或者其他设备上 再开通WiFi calling 那么就大功告成了 至此恭喜你成功解锁eSync 我相信屏幕前正在观看本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可能近期还没有出行计划 或者使用eSync并不只是为了出行 在这种场景下 你还可以解锁eSync的全新姿势 全球保号 什么 全球保号 你没有听错 使用eSync能够让你同时持有世界各地的通讯卡 无缝注册各种APP 注册境外电商 收款平台 甚至还能银行开户 包括之前我们分享过的美国现场开户 或者远程开Wise 都可以直接使用 原理同样非常简单 直接购买相应号卡的eSync版本 使用APP写入激活即可 方法和刚刚操作的完全是相似的 那么现在有哪些非常低费率 能够长期使用的号卡推荐呢 这里给大家悄悄的分享一个名单 这些号卡可以在全球范围内 免费接收短信 保号成本极低 而且可以长期持有 大多数都不需要实名认证 简直就是当地开展业务注册公司 和银行开户的首选 通常支持美国 英国 新西兰 新加坡 香港 澳门 泰国 等等 欢迎大家赶紧私信我们 立刻免费获取相关的名单和购买方式 前面提到过的Tello 套餐算是其中一个 这里我当然也要声明一下 我们全球人团队没有接受任何广告赞助 纯粹出于真实体验 良心推荐 大家理性参考 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 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eSync套餐 上面介绍过的都是基于 Fiber的eSync的解决方案 Fiber技术积累较早 非常方便 小白使用 至于同样有名的 ESTK和9eSync 使用思路和方法大致相同 令人兴奋的是 这两家后起之秀和龙头老大哥Fiber相比 功能上也实现了不少的改进 比如这两家率先实现了 开源不再存储客户的卡片信息 同时支持断网功能 拥有更多的eSync写入次数 对于设备的支持也更加友好 如果你是一个苹果重度使用者 ESTK对于苹果的支持和兼容度是最好的 不仅可以独立切换eSync 而且最终摆脱了安卓机先行写卡 才能给iPhone使用的普遍 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 如果只有苹果手机没有安卓设备 还需要在ESTK上购买一个读卡器 首次使用时需要用电脑写入 之后就不需要了 如果你特别在意同时装载eSync的数量 主力机型为安卓设备 9eSync可能会更加适合你一些 最多可以装载50张eSync自由切换 全世界的流量基本全包了 当你的手机装上了eSync之后 哪怕你本尊不出行 但数据已经行千里 环球树自由民就从eSync开始 eSync产品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大趋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们 开始认可全球化的生活理念 和我们全球人团队 一起享受无国界的生活方式 这必然会是一个无法抗拒的 世界漫游和开展业务的解决方案 虽然我们目前有很多设备 还没有原生支持的条件 但是只要稍加改造 换个思路 就能够成功让自己和世界接轨 享受丝滑的冲浪体验 OK 如果你觉得前面提供的方案 能够解决你目前的需求 或者需要了解更多境外卡的使用知识 都欢迎立刻私信我们 我们专业的团队随时带名 为你提供全方位的顾问服务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 或者直接私信我们 记得关注我们频道 别错过更多关于 全球资产配置的劲爆内容 顺手牵扬 以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 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 我是乡 我们下期见 拜拜